真的是你齁 對 沒錯 這是我 本來還想讓大家猜一猜的 因為說起來臉看到了 可是真的有沒有大家發現 差了50公斤差很多 而且老師 你要不要拿個這是你的東東耶 這是你22個月前所穿的耶 嘿 這真的是你的褲子喔 沒錯 我覺得我們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一條 幾腰 52腰 有沒有想到陳金峰 沒有啦 是B 轟炸機 B52轟炸機 B52轟炸機 好像很大 哇塞 你曾經是這樣穿著它 現在這些跑去哪裡了 欸這個哈囉 這個人去哪裡了 不見對不對 而且來老師來 你拿一下麻煩一下 還有我們老師 以前穿的衣服喔 來 老師現在穿的衣服 應該是一般非常好買的size 對不對 但是以前 噔噔 打開再打開 打開還可以再打開 這是我們老師以前穿的上衣耶 哇 這件還是我在國內買不到衣服的 然後我就請我二姐在美國購買的 還要到美國特製特別飛出去買喔 哇這是22個月前老師過的生活衣服 要飛北國買 阿褲子 現在可以小朋友兩個藏進去啦 好 其實我的減肥經驗非常豐富啦 就是因為一直失敗 所以會一直胖到126公斤 那有一次我的機會 我就透過買到了一本 VITA的鮮活衣服 對 然後才發現 才發現我跟P肚肚真的是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 因為我覺得這個 減肥的想法已經存在非常非常久 我醞釀很久很久了 那幸好啊 幸好我老婆會幫我 保留這個火源種 讓我持續加減肥 可是一碰到B肚肚以後發現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東西 因為他從每天寫整容之機 就可以到自我覺察 飲食還有運動的重要 然後才阻止我 一步一步的順利的手下 在網站上面通常 我有一個口號啦 喊個正天尬詳 大家都很支持 就是要巧吃勤動過歸零生活 那其實這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武功秘笈 很簡單 像這個 我們學校的聯絡物 那我是結合佛光山的生蠔運動 那裡面呢 我們自己設計的一些內容 裡面有一個 健康體味的小秘訣 我是拿到這個聯絡物才發現 欸跟我的方法其實是不某的 因為其實是超公開的一個減肥秘笈 上面寫了 聰明吃健康動 每天兩體重規律生活 是不是就是我講的巧吃勤動過歸零生活 你吃的聰明吃的均衡 你不會讓自己肚子餓 你就會很快樂的飲食 那你很勤勞的運動 你做了很健康的做運動之後 你的身 每天消耗的熱量 就促成你的新增代謝 也可以維持一個高檔的新增代謝 然後過歸零生活的話 那我這邊我是覺得 謝謝 我覺得最強烈的建議就是 上一度多的寫減重自己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要兩層一個自我覺察的思考以後 你一般的抗子腦 也進化成了一個瘦子腦的時候 就會持續的健康的瘦下去 我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瘦不一定健康 而是只要健康一定會瘦 我們原本的安排 一個是站著可以做的 一個是坐著可以做的 一個是坐著可以做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一直示範這個坐著的部分 那整個運動的流程呢 就包含了熱身 心肺訓練 主力訓練 心肺訓練跟主力訓練的部分 我們是做一個循環 那待會我們會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那最後的緩和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先來示範一個熱身的動作這樣 很簡單 那如果你現在坐著也講空的話 也可以 那把手抬到我們大概胸前的位置 那腳跟往前的時候呢 手同時往前推 對 然後收回來 再換另外一隻腳 速度的話 我們自己可以挑選 我們自己適合的速度 也可以挑選一個自己 覺得聽起來很喜歡的音樂 就可以來做了 對 然後熱身的時間呢 比較建議的時間 大概是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那只要動到你稍微感覺 有一點點喘 甚至一點點有汗的感覺就好了 真的很簡單 如果回到家 今天晚上就可以試看看 那熱身的時間三到五分鐘 假設我們熱身完了三到五分鐘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會帶到 所謂心肺訓練的部分 那心肺訓練的部分呢 所以我們在強度上呢 就會稍微再高一點點 所以你的動作就會大一點點 那我們就 腳的動作還是一樣 但是我們改成手往上推 盡量把手往前往把延伸上去 那你的動作變大了 所以運動的強度 當然就會變得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達到 心肺訓練的效果 那跟前面熱身最大的差別是說 你在做心肺訓練的時候 會明顯感覺到心跳比較快 那呼吸也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做完心肺訓練的部分的話 總的時間也是大概三到五分鐘 如果你覺得已經很喘了 沒辦法繼續的話 時間上面也是可以做一些調整的 那做完心肺訓練的部分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做一點點 簡單的主力訓練 那主力訓練的話 我們比較特別去加強的部分 就是腹肌核心的部分 還有大腿的力量 那我們會使用一個輔助的工具 這個水壓力 然後把水壓力拿在手上 然後把水壓力拿在右手 然後從大腿的下面 把水壓力交給另外一隻手 然後換到另外一邊 這個時間也是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那這個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它可以特別加強核心這個部分 還有大腿的力量 大部分的人 上班時間都是做的比較多 那長期坐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的腳跟肌肉的力量 會越來越不夠 所以很多人很容易走就走啊 覺得很累啊 就感覺腳沒力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藉由這個動作 可以訓練大腿 同時訓練到我們最在意的肚子 好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也是持續三到五分鐘 剛剛我在前面有提到說 我們是做一個循環式的訓練 所謂循環式的訓練 就是說我們有兩個動作 會來做交替 就是剛剛我們前面做的心扉訓練 還有我們現在做的主力訓練 我們會來做一個交替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主力訓練 做了三到五分鐘之後的時間 那我就再回來 再做回來剛剛我們做的心扉訓練 今天我們特別向一位公司 來舉辦這個公益的活動 它的意義非常的深光 特別是對於關於老人的活動 那我們公司因為經營這三十年來 從事的都是天然骨麥銀的 這個生產、研磨、製粉 那對於這些天然的穀物 完全是不添加任何的一些黃骨劑 非常的天然 而且它本身裡面有高鮮高鈣 還有高鐵的訴求 那對於特別是老人 在這種他們平常老人家 一般很少運動 有些更不容易運動 所以對於這個高鮮的需求就很需要 那我們公司這些都是純天然的纖維 不需要刻意去添加 那能夠幫助老人在這個胃腸的蠕動 身體機能的新陳代現 能夠更好的幫助 那特別這一次是Vdudu網站公司 有這樣能夠跟我們一起熱心來贊助 這個華山基金會的老人 藉著這樣的公益活動 能夠幫助自己 也能夠幫助別人 你只要瘦一公斤 那我們香味公司呢 就能夠捐贈一份 關懷老人的健康禮 給華山基金會的老人 謝謝